我给朱元璋剧透他的镖儿走在了他的前面 没想到老朱竟要改变历史 这内阁制度利用宦官相互制衡 虽然很高明 但容易引发内斗 叶成 你从后世而来知道的多 你与咱说说 还有没有比成相 内阁更好的制度 以减轻咱边的负担 父皇 恐怕没有比内阁更高明的机构了 你懂个鸡毛呀 倒还真有 但不是大明创立的 而是取代大明的满清所创 这个制度叫军基处 清庸正皇帝设立 快说来听听 叶成把军基处的设立 发展 以及起到的作用 讲给朱元璋听 真没想到 这达子竟能弄出这种好制度来 咱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结合大明现在的情况 将之给推行出来 如此 彪儿便会轻松一些 那就等待你的杰作了 叶成 咱觉得彪儿过于劳累 与去陕西也脱不了干系 你给咱说说 红武二十四年 咱派彪儿去陕西做什么了 陛下你一直觉得南京风水不好 所以就让太子殿下 前去陕西那边视察一番 看看那里适不适合做都城 这都城咱今后都不会动了 就定都南京了 父皇 你 朱彪自然知道朱元璋的心结 听到父皇今后不再迁都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彪儿 这是你不用多想 咱的彪儿去陕西 一件事为了考察都城 另外一件事好像和老二有关 听你之前说是老二犯错了 你与咱说说 老二都犯了什么错 竟让咱派彪儿亲自前去 将他带回来 秦王朱爽在陕西封地 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比如连年令人收买金银 导致军民因此陷入困窘 以至于卖儿卖女 对于前来求饶的三百多百姓 大打出手 当场打死老人一鸣 捉拿近百人 文言 朱元璋的面色变得阴沉起来 自己明令不许用宝钞换取金银 为的就是推行宝钞 结果 自己的儿子带头唱反调 秦王朱爽还铺张浪费 大兴土木 义使军民在宫中 建起亭台池塘 与次飞邓士 在其中折磨工人举乐 被红武帝斥责为 不小人士 蠢如禽兽 朱床宠爱 刺飞邓士 而将正飞王氏软禁 为了讨他欢心 还制作皇后的服饰 给邓士穿 床榻也做成 天子专用的五爪龙床 红武帝知晓此事后 一边斥责 秦王剑分无礼 醉莫大烟 一边又将邓士赐死 混账 逆子 这是想要造反吗 咱非斩得他不可 人笑得朱镖愣了 老二使他一手带大 相处那么久 也没有发现他有这些毛病 怎么到了封地这么放肆了 父皇 这应该不是真的 老二我知道 就他那性子 再混账也绝对不会 做出这等事情 之前叶成说出 诸多大名的事 哪怕是叶成说出了他的死 朱镖都深信不疑 现在牵扯到自己的二弟了 却开始怀疑起 叶成言行的真实性 叶成 你这消息应该不准吧 一般记录历史 关系到重要人物 会动用春秋笔法 讲究一个为尊者会 依照我二弟朱爽的地位 应该不会如此记录才是 听到朱镖这样说 朱元璋瞬间也反应了过来 确实是这个道理 叶成 你这该不会是 从什么眼史看的吧 大名被黑的确实很 但关于秦王的记载 绝对不存在什么恶意黑 因为记载之人非常可靠 绝对不会去 黑大名的这些王爷 你与咱说说 这是哪个生孩子 没披眼的人记载的 就是陛下你写的 父子二人直接蒙了 这黑料竟是出自于 他朱元璋之手 咱脑子又没进水 怎么会想起来写这些 这不是给皇家抹黑吗 陛下 你现在不这样想 并不代表你今后不这样做 在你得知了 藩王们的诸多恶行后 终于是忍不住了 红武二十年 你写了一本预志 记飞录 专门记载 藩王们的恶行 意在警示子孙 希望藩王能够约束自己 并框正自身的行为 因为这本书的存在 后世之人 才能清楚地了解 明初藩王们 做出的种种荒唐事 该书也成为陛下 你真性情的一大佐证 毕竟哪家的人 在自己家人犯错之后 不去节力隐瞒 你反而还亲自将之记录下来 哼 咱和那些人不一样 错了就是错了 咱认 咱做过的事情 也从来不怕别人去说 更不怕后人去议论 咱只想让大明和大明子民 越来越好 闻言 叶成对朱元璋竖起了大母哥 可朱元璋的面色 再一次阴沉了 咱的彪儿对这些混小子们 很上心 直到老二干了这么多事 怎能不着急上火 这样看来 彪儿从陕西带回老二 没多久就病倒了 除了周车劳顿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老二不省心 彪儿 老二那家伙快到京城了吧 啊 快了 赶得快的话 今天就能到 父皇 二弟这是确实过分 但也都是后来才发生的 现在他并没有做出来 最好不要过于迁怒于他 还是多对他进行一些训诫 让他不敢那样胡闹也就是了 哼 要不是这憨惑 彪儿你又怎么可能会遭遇那等不幸 彪儿 你不许给老二通风报信 你也不想看到你二弟成为禽兽吧 父皇 您说的对 但父皇你也需要把握住一个肚 不要真把二弟弄出一个好歹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夜城 咱把你说的这些都给改了 你觉得咱彪儿今后的命运 会不会改变 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毕竟皇后娘娘的病已经有救了 不会像历史上那样早逝 有皇后娘娘在 你做事就不会太过激进 太子殿下也就不会承受太多的心理压力 哦 一听夜城这话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 对呀 妹子若是活着 自己绝对不会做出拿剑丢彪儿的荒唐事 毕竟妹子的鸡毛胆子抽人还是挺疼的 咱彪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仅仅这些 咱还是不放心 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让咱彪儿度过难关 陛下 距离红五二十五年 还有十年之久 谁也说不准 会发生什么事情 该说的 我也已经说完了 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然这样 那咱就把你的命与咱彪儿的命绑在一起 咱彪儿若今后没能改变历史上的命运 英年早逝的话 咱就在同一天把你送走 父皇 不能这样强人所难 未来的事变化多端 喝口水都有可能被淹死 更何况是十年后的事 是啊 皇帝陛下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咱的彪儿都要没了 咱还讲个屁的理 你赶紧想想办法 别觉得咱在跟你开玩笑 我的心事有多大 才会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陛下 除了从心理和政务上 减轻太子殿下的压力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 太子殿下需要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这样即使将来 真的生了什么病 也能更好的抵抗 啊 对对对 朱元璋很认同叶成这一观点 他的彪儿确实缺乏锻炼 不向自己打小就帮大人做事 后面又给留财主家放牛 各种粗活重活没少干 从军之后常年征战 秦喜武艺一直没有落下 彪儿 从明天早上开始 你跟着咱一起练圈 太子殿下平日里 并不演习武艺 你的那些必杀技 可能不适合他 我这里有套断体法门 可以过度一下 我每天练习受益匪浅 叶成把张志顺道长的八部金刚弓 给了朱元璋 看了一阵后 朱元璋念路思索之色 叶成 你在后世是道门弟子 我现在算是知道 自己未婚妻那样 能挠股市随谁了 陛下 我真不是道门弟子 那你怎么会如此 高深精妙的道门功法 张道长乐意将之推广开来 让众人受益 不仅仅我会 我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会 受益者起码有几十万人 就算是他真的乐意推广 可怎么又能一次性 教授那么多人 就算师父教授徒弟 徒弟再带徒弟 这样一直传授下去 那到后来动作肯定会走样 不会 练习发布金刚功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 跟着张道长学的 他们的动作 都如同书中一样标准 你这是把我当傻子来糊弄的吗 这么多人跟着学 那道人教得过来吗 朱镖也觉得叶成 这次说得太过于离奇 过于违背常识了 你不想承认自己是道人 是怕日后不能娶我妹妹吧 这个老六 皇帝陛下 在我们那个时代 只要有手机 有网络 书中看不懂的 还可以搜索观看 张道长的教学视频 人人动作都很标准 这在后世 在寻常不过的东西 直接将大明帝国的缔造者 和史上最吻太子也得听懵了 网络他不知道 可他知道机 手机 是什么机 手机就是 这不就是 仙家庙述里面的千里传音术吗 这可比飞格传书 比八百里夹鸡块的太多太多了 快说 这手机哪里可以抓到 不妙 我 不用了 不妙